哈喽,我是易如 在变动的时局里和我们一起放眼国际 台式新闻的资深兵役团队 有多年专业的新闻经历 为您聚焦国际时事 带来最有深度的国际观测和新闻评析 欢迎收听 一起看世界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 我是易如 要过中秋节咯 不晓得大家今年的中秋节要怎么过呢 那么我们今天一起看世界 我想要来尝试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们想要来邀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来聊聊 在他们小时候各自生长的故乡 是怎么样来过中秋节的呢 好,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 这个明个喇叭缅甸街创办人万利 哈喽,万利你好 易如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明个喇叭,我是万利 哈喽,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新著名事务委员会委员 武士方衡 方衡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听 大家好 新早 我是方衡来自越南 好,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要来听的是这个缅甸的经验 跟越南的经验 来分享说呢 大家想说是怎么样来过这个中秋节 包括我自己呢 等会儿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加坡经验 还有纽约经验哦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好,那我们是不是首先先请两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稍微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你们的背景哦 我们先请这个万利开始好了 万利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台湾的 然后几岁以前在缅甸 我是十岁的时候来到台湾 然后十岁之前呢 就我在缅甸出生 然后十岁之前我都住在缅甸 刚刚跟大家打招呼的明格拉巴 就是缅甸话你好的意思 但是虽然我住在缅甸 但其实我的家庭是 就是我的 我们就是在缅甸所谓的华人 然后我的家庭里面的传统 就是我们的主籍是云南 所以应该就是说 可以说是我是在缅甸出生的云南人这样 就是云南华人这样 OK 然后十岁来到台湾 对 那方恒呢 方恒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台湾的呢 我是结婚过来台湾 今年已经23年了 以前我在越南 就是我的梦想是当老师 那在台湾在104年的时候 我已经圆我的梦了 现在我是当越南武艺老师 同时呢 我担任新北市新住民事务委员 还有在巴黎 有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 我是理事长 OK 其实两位都是在我们台湾 就是真的是非常用心的 在推动这个新住民的文化 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可以更了解 包括了缅甸还有越南的一个文化 我们稍后也可以来聊一聊这块 不过呢 中秋节嘛 我们首先我想 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啊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真的都很期待 可以过中秋节 因为中秋节可以吃月饼 台湾是烤肉 好的 我们先请万力来聊聊吧 你那时候小时候在缅甸是怎么样来过中秋节 嗯 不过我在这边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 万力在LINE群组约跟我分享了一张超酷的照片 是他妈妈烤的月饼 亲自做超大的一个 而且呢 那个月饼上面还有用毛笔写字哦 就是写中秋节 哇 那个字也是很漂亮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特别的月饼耶 就可以先请万力跟我们聊聊 然后这个缅甸style的月饼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实在缅甸的华人在过中秋节的时候 就是说缅甸的云南人烤的月饼啊 都是很大很大比脸还要大的一个圆圆的 然后他中间呢会用 就是食用的食用的颜料 然后在上面写中秋月饼 然后中间还会画一个很大很大的第二个圆 然后圆的里面呢就会写一个月 月亮的月 然后他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在缅甸过中秋节的时候啊 就是中秋节前两三天 邻居妈妈们他们就会开始烤月饼 然后呢 但是烤完之后我们都不能马上吃 然后我们都要等 然后要等中秋节当天 然后就是下午妈妈会开始准备要拜拜 然后拜拜的时候还是不能吃哦 然后要等月亮出来 然后我们才开始磕头 然后对着月亮磕头 然后拜拜 拜拜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一边赏月 然后可能就会一边聊天啊 一边吃月饼啊 那我自己呃 就是说在这个中秋节里面 我觉得小时候在缅甸过中秋节 除了月饼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味道之外呢 就是我觉得 还有一件 还有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小故事吧 就是在呃 就是因为我们在缅甸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那种建筑都是 有点像台湾早期的三合院那种 然后就是会有院子 然后我们每年中秋节就是吃完月饼 就正在吃月饼的时候 我们家的院子都会出都会发出那种很凄厉很凄厉的哭声 然后我们后来我开始慢慢长大之后 我就开始知道哦那个是外婆在院子里面哭 可是我不知道外婆为什么会哭 嗯 然后呃外婆在哭的时候 他的声音是让小时候的我觉得非常害怕 嗯 那个声音是让我觉得很害怕的 你想想看一个很就是很黑的晚上 然后院子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人就是出现一个女生的哭声 那让我觉得非常害怕 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 我才知道就是外婆她哭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呃就是外婆有一个就是我的大舅 就外婆的大儿子 然后因为以前在缅甸就是在1960年代呃就是说缅甸过去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军政府执政 然后军政府执政的时候其实很多呃就是说呃 因为缅甸内战其实是一个长年以来的一个问题 然后会有很多呃年轻人可能会被抓去当兵 也有可能是被诱惑去当兵 嗯 那外婆的大儿子就是他被诱惑去当兵 然后后来就是就失踪了 然后就也都没有回来 然后就找不到他 然后后来外婆他们很多年之后 透过观录音的方式就知道呃就是说 他的儿子就是呃因为他呃去当兵 然后就是受骗 然后他就觉得不是他想象中那个样子 所以他就逃兵 然后逃兵之后他就被枪打死了 就被军队打死了这样 所以外婆每年在中秋节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就是在院子里面 然后想到他的儿子 然后就会这样子哭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只是觉得外婆的那个哭声 让我觉得非常害怕 可是现在长大了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知道了缅甸过去那个时代发生的这些 无奈的状况的时候 我再回头去想到外婆那个哭声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撕心裂肺是 是一个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念他的小孩 然后他才会这么撕心裂肺的发出这样子的哭声 嗯 我觉得现在在我回头去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会让我觉得还蛮难过的 嗯 然后但是呢 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在我自己去爬梳 缅甸华人的这一些相关的生活文化 或者是一些生活习俗的时候 有时候会更理解这些 这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月饼 对 然后他就是因为缅甸 就是说这些华人 他们经过了颠沛流离的迁移 先从中国云南迁到泰国边境 然后又到了缅甸 然后后来又到了台湾 就是不断的在移动 不断的在迁移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对于家庭的那种凝聚 或者是团圆这件事情 会有一种很很执着跟渴望 想要有的这种团圆 所以那个月饼才会很大很圆 然后过年的时候 我们的火锅也是圆的 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月饼也都是圆的 然后而且一个月饼是圆的还不够 中间还要再画一个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时候 就是说现在长大回头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才看懂了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如此 对 其实我自己也会很有感触 因为我还记得 我之前就是有曾经去东南亚做过采访 也就是造访了一系列的国家 包括了像是印尼啊 越南 然后泰国 那我们就发现说在当地的华侨 他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保存 非常非常的到位 然后过中秋节的味道 过年的味道 都比台湾还要来的浓烈 对 那我就问当地的民众说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才来跟我们分享说 就是像万里刚刚讲的 因为在东南亚地区的花人 他们真的是可能上一代上上代 经过那种颠沛流离 就是战乱 逃难 避难 然后呢辗转的来到了东南亚落地生根 对他们来讲呢 那个家乡呢 他们回不去了 所以有很多的那种怀念 很多的思念 那所以呢 家乡带出来的传统 他们希望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所以在这个保存上面 就会特别的重视跟珍惜 对 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种 这背后也是有一些些 比较哀伤的部分 就也难怪我们看到在 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诗人 每次到了中秋节 写诗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的感伤 对不对 美宫家节背思情 或者是 指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就是因为 不是每个人中秋节都能回家的 人生可能有一些无奈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中秋节就变成了大家的一个 内心的渴望 对韩人的一个渴望 好 那接下来我想来跟方恒 请问一下来聊聊 你的小时候记忆当中的越南 又是怎么样来过中秋节的呢 我觉得 因为小的时候 在越南过中秋节的当天 那在学校的话 会搬很多活动 比如说歌唱比赛啊 歌谣比赛 或是写作文比赛 然后当天就是 儿童节 那我们会提灯笼 那灯笼有很多 那形状就不一样 也可以自己做的灯笼 那个新兴的灯笼 还有12个生肖 比如说 哪年是猪的话 那满街都是猪型的灯笼 小猪的灯笼 小猪的灯笼 好可爱 小猪的灯笼都很漂亮 还有那个鱼 鲤鱼的灯笼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还要玩菜银子 然后再来是有那个舞龙舞 是这种表演 长辈们都会喝茶 赏月 那小孩子就聚在一起玩乐 然后因为父母都会买小礼物 比如说我个人认识 然后想好吧 我买一个月饼送给你啊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团圆吧 就很多人就是返向下 然后参加人 共同过中秀节一个节日 很温暖的 刚刚啊就是那个方恒 有跟我们提到说 中秋节其实在越南 也是儿童节对不对啊 怎么这么巧 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这两天刚好是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啊 就是到农历的八月份了 就是上班年 那有很多的农夫啊 他们已经收了很多的成果了 那他会选一天就放心 大家回来继续团聚吧 那心松一下可以是月饼啊赏月 然后还可以是买小礼物送给小朋友 所以呢当天的小朋友就很开心 就等于是他们的儿童节 也是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 是很最开心就是可以提灯笼去玩 哦哇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 就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在新加坡 比如说我三岁到六岁的时候 我是在新加坡长大的 然后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也是要提灯笼耶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对啊中秋节就是要提灯笼 可是没想到回到台湾之后就 中秋节没有人在提灯笼 然后我就慢慢忘记这件事情了 然后我就有点错乱就是提灯笼的时候 我就会以为说是中秋节 但不是其实在台湾提灯笼是元宵节 所以这个是东南亚比较特别的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 我住在新加坡的那个公寓的 前面有个很大很大的院子 然后我们那个公寓就是有好几栋 就是一个社区 然后就是每次到中秋节呢 就是不同的小朋友 就是大家就全部都会跑到那个院子 然后提灯笼在那边玩 然后比说谁的灯笼比较漂亮 我印象还非常的深刻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那方神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越南的月饼是长什么样的啊 刚刚万利有跟我们聊的是 这个缅甸的月饼嘛 那越南的月饼是什么样的口味呢 又长什么样子 我们的月饼有两种 第一个是用烤的 第一个是软Q的 那软Q的 它的馅料里面就是蛋黄或是绿豆 绿豆沙或是那个椰子 椰奶 椰奶也有 对因为我们东南亚就是对椰奶的比较 不少吧 甜点的话那不少有椰奶椰子的 对对对 对那很好吃 那另外一种是用烤的 也很特别是里面它有蛋黄 还有比较甜的口味就是 里面可以加猪肉啊 或是香肠啊 对对用烤的 而且它的形状 就是四方形的 比较大克的也有 哦好特别哦 是正方形四方形的 哦因为通常我们传统月饼看到的是人形 但是在越南有正方形的月饼 哦这个还蛮特别的 其实我觉得东南亚的口味还蛮好玩的 像刚刚方恒说有那个椰姜嘛 椰奶的口味 我以前在新加坡吃过榴莲口味耶 榴莲口味的月饼 那很多人很害怕 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榴莲 所以我就觉得啊 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样子 OK好啊 哇所以呢 哦原来越南的这个中秋节是很有味道 小朋友要提灯楼 还有这个说故事比赛 然后还有各种很好吃的月饼 然后呢 大家也是会聚在一起来猜灯饼 哇这个活动也是蛮热闹的 好其实我们讲到说这个中秋节哦 我也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其实在亚洲国家当中 例如说像是方恒刚跟我们分享到越南 越南是整个国家都会过中秋节哦 但是在这个缅甸比较不一样 缅甸是缅甸的华人社群会过中秋节 那但是缅甸的其他人是不会过中秋节 这个可能跟种族也是会有一些关系啦 包括像印尼也是啊 印尼的华人会过中秋节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万力再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那缅甸呢 我们有时候会把它搞混 就是因为缅甸有个很有名的节日叫光明节 缅甸的光明节跟中秋节是一样的吗 还是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 嗯他们是不一样的 就是中秋节的话 我们大概如果是以国力 国力来讲的话 中秋节会在大概九月中左右 那光明点灯节的话 它其实它是缅族人的第二大节日 然后它会落在国力的十月底左右 然后在因为缅甸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族群 但是最大最大的族群就是所谓的缅族人 那光明点灯节是缅族人的第二大节日 然后就有点相当于我们华人 就是我们华人也会有三大节日啊 就是端午节啊中秋节跟过新年 那光明点灯节的话就是 缅族人的第二大节日 他们的第一大节日就是泼水节 就是新年 然后第二大节日就是光明点灯节 那光明点灯节的时候我们会过 就是华人也会跟缅族人一起过 然后我们也会提灯笼 所以我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元宵节提灯笼的时候 我也以为是光明点灯节 就是大家就会有种错乱感 对对对对对 其实缅甸它因为有很多的族群 所以我们每个月份其实都会有不同族群的节日可以过 就每个月份其实几乎都会有 但中秋节的话就还是大部分都是华人在过比较多 要请两位来回顾一下 回忆一下在你们心中 就是最难忘的中秋节 以及在台湾过节的经验 跟在这个故乡过节经验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请万力先来跟我们聊聊吧 你觉得你最难忘的中秋节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之后到台湾还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我觉得我最难忘的在缅甸过中秋节的 就是期待妈妈烤月饼啊 然后烤完之后 然后那个就是全家人一起 就是坐着吃月饼赏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月亮对我来说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没有看过 我小就在台湾我还没有看到过 我小时候那样的月亮 就觉得非常的大 然后非常的远 然后就觉得很亮 然后我觉得我离 我觉得我离月亮很近 可是在台湾 我觉得我离月亮很远 然后我就觉得台湾的月亮 因为我从小来台湾 我就是在北部 然后就是可能是在城市里面 所以呢就是 那个月亮 它都是在那个城市的建筑物的夹缝当中 看到的月亮 然后就觉得我离月亮很远啊 然后我们可能也会烤肉啊 可是烤肉可能就在巷子里面 我们也会吃月饼 可是它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以前一样 就住在院子里面 然后看着很大很大的月亮 然后这样子来过中秋节 虽然在台湾过中秋节 家人也都在一起 也一样有月饼 也一样有月亮 可是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味道 就是少 这么少了 这么一味 有那种感觉 真的是跟互相过的 就是有点点差 OK 那方恒呢 方恒你印象中 你觉得最棒的中秋节 是什么时候的中秋节 因为我觉得这小的时候吧 就是很期待中秋节的那天 爸爸妈妈会买灯笼给我们 还要买月饼给我们 那换过来来台湾 真的什么都有 可是我也是找不回到童年的回忆 自己做的灯笼 然后跟自己的家人团圆 那现在啊 因为我觉得 就是明年的郭忠书节 我会教我的学生做的灯笼 至少是我可以回忆 我小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 在台湾郭忠书节 是跟我们越南是不一样 多了什么 多了烤肉 啊对对对 对我们都没有烤肉 对啊 可是像今年我就是觉得蛮 蛮想家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很久没回去了嘛 对对啊 这边神是明年都会跟台湾的家人过 中秋节可是没办法就回到母国的跟家人的过中秋节 那你一定心里很难受 就是会想家 尤其是特别想念在越南的家人 啊对啊 真的我完全可以体会你的心情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新住民解密都跟我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在就是现在 缅甸社群的朋友在过中秋节 我觉得心情也蛮复杂的 因为现在除了疫情我们回不去之外 其实缅甸现在正在政变当中 对 就是其实大家也都蛮担心家乡 所以就觉得更想家 万里你的家人都还好吗 在缅甸的家人 嗯都还好 就目前都还蛮算蛮安全的 但是就是因为就是 疫情防疫的关系 还有一些政局的动荡 其实就还是一些人心惶惶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2021年大家都很不好过 是真的 真的 对啊 好那我来分享一个比较轻松 我来分享跟疫情前的中秋节的故事好了 我自己的 哎我是2018年的时候 就是我去我回去了纽约一趟 因为我是2001年到2003年我在纽约念书嘛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以前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就是呃我我第一年 2001年的时候在纽约念书的中秋节刚好的时候就碰到了 911世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蛮惨的 然后第二年对第二年的中秋节也没有什么庆祝的心情 所以到那时候大家就跑去唐人街就是曼哈顿的唐人街 然后就买了一盒月饼回来吃一吃就这样子 那呃过节气氛非常胆 因为美国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就是会care中秋节这样 这是华人的事情 可是我在2018年 我又回去找朋友玩啊 回去看看老师跟学校 哎就那时候我就跑去纽约的第五大道 那个Tiffany嘛 就是纽约很有名的一个珠宝首饰店这样子 然后我在那边买了一个小小饰品这样子 一条小手链 那我买那个手链的时候呢 哎刚好呢那个Sales他们的售货员他拿错了 就是他结账的时候给我结了一条便宜的手链 但是他让我带走的是一条贵的手链 所以后来我回去 对对对 我回去以后我一发现不对啊 心里当然有点小挣扎 那我到底要不要回去跟大家讲呢 对不对 我如果坐飞机走了他也不知道啊 可是后来我想一想 哎就是 就是我觉得他他每天都要对账嘛 那如果他对账下来发现金额上有端少 那可能他会不要自己去吸收或什么 我也是觉得这样不太好 那所以后来呢我就想一想我还是回去了 我就跟他讲这件事 然后说你再重新把发票打一次 就是开正确的价格给我这样 哇他就是很开心 他就很感动 我想说哦怎么会有人就是这么好心 会回来愿意就是补这个价钱 他就很开心 他就说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礼物要送你哦 我就在那边等等等等 就他突然就从里面端出了一个超大盒 很有诚意的港式月饼 就是那种铁盒子荣华月饼那种的 然后是四大颗 然后每一颗都是那种什么联绒蛋黄啊 什么五人火腿啊 什么枣砂什么的 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很有诚意的月饼 他就说祝你中秋节快乐 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那天刚好就是中秋节 然后我就坐在Tiffany里面 当场吃起了月饼喝茶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玩很特别 那这样原来就是我离开了纽约十多年 就那时候大家慢慢的知道华人很重视这个节日 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庆祝活动啊也多了 然后他们也会关心到这个华人的社群团体这样子 那我那天晚上走路的时候要走路回家 回我的朋友的家 然后我就经过了那个Park Avenue Park Avenue呢就是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南端 那那个是全纽约最贵最贵的一条街哦 就是包括大家现在看到这种超级豪宅啊什么的 那种很可怕的那种药师之异的豪宅 都是盖在那条街上面 然后走走走我就突然抬头 看到那天的月亮我就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那那个月亮是很朦胧的 然后大家在街上就是行色匆匆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纽约的下班时间的这个时分 那我就突然想到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 妈妈有时候开玩笑就会讲说 你有听过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 美国的月亮呢是又大又圆 那我都突然想到说哎对啊 小时候好像家里的长辈都是这么讲的 但是今天突然觉得美国的月亮一点都不圆啊 那个时候突然想到在台湾的家人 就觉得哎呀就是中秋节不晓得他们今天是怎么过的 就突然有想家的感觉了 嗯所以我觉得中秋节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节日 对不对就是我们平常不会这么的多愁善感 但是到那个时候只要我们不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想念他们 心中会有一丝淡淡的感伤 嗯真的对 方恒你们在台湾就是这个新住民事委员会的推动 大概主要有哪些内容代聊一下好不好 嗯因为有很多姐妹们 她是来台湾遇到不如意的事很多 应该是在我身上 你们可以看我的手 哦哇这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应该是说我94年的时候工作受伤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走过那个黑暗了 那我就很了解姐妹们就是遇到很多很多都困难 她不知道是怎么解决问题 啊必须我已经走过来了 那我觉得我得到很多人的学务 学助我让我有一个恶心就回归给社会 对那我在106年的时候在巴黎就省力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 我会去关怀姐妹们 比如说帮他们找工作 或是有人被家暴 家暴对被家暴 对那我会宣传去陪他 去帮他们去备案 然后去宴上 然后帮他申请法力辅助基金会 然后如果是姐妹们 那我会帮他们申请他们的 养小孩的权利 那之后呢我会帮他们申请那个低收入 或是姐妹们找不到工作 我可以帮他们申请去找工作 或是有很多姐妹们 就是把他的小孩小的时候带回越南 那带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不知道是去哪里申请入学 那我去协助他申请入学 那入学了之后呢 我还带他到学校 然后就是因为他来到学校 然后他中文完全听不懂 那我跟补导的老师 然后在那里就协助他就翻译 老师讲中文我想诱文 这样让他们慢慢就找到 那个中文的那个课程 了解了解 前几天吧 然后有人拿物资给我 然后我跟姐妹们 联络姐妹们 然后就拿物资送给他们 就是要关卡的 所以包括你在台湾做的事情 其实也是可以让就是在异乡 虽然是在异乡不是在故乡 但是也是可以照顾同乡的姐妹们 让他们在台湾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更安全的生活 好万力回来了 是不是可以请万力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你就是在台湾 就是要推动这个缅甸在地的 这个新住民的文化 让台湾人可以更了解缅甸的住民 对然后你在这个社群 也是非常的活跃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你在台湾 大概会怎么样去推动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缅甸的文化呢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从小就在台湾的缅甸街长大 然后我发现非常多台湾朋友 即便住附近或者是其他城市 他们可能对于台湾的这条街区 都非常的陌生 那所以又因为我又是一个 非常爱讲话的人 所以呢我们后来 就是我就跟台湾的一些朋友 然后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 然后呢我们就会用 就是比如说podcast 然后比如说 走读社区的方式 然后导览的方式 来介绍这个街区 给台湾朋友认识 然后同时我们也有 就是像是 我们也有出刊物 就是杂志的部分 然后也有透过绘本 然后来讨论 就是说 关于移动 然后移民 然后移动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找到自己的 自我认同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透过不一样的方式 来带领大家去 认识这个议题 或者是更了解这些异国文化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里面 我觉得 主要就是也想要让台湾朋友知道 这些所谓的多元文化 其实有时候我们 蛮常在谈就是 离乡背景的苦楚 但是我觉得其实 这些所谓的 这些生命故事里面 我觉得 除了离乡背景的这一些苦楚 心酸的这些故事之外 其实我觉得 这些文化 其实也可以用很多 有趣轻松好玩的方式 去认识这些文化 所以我们在做的方式 就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样 轻松有趣好玩 然后的方式 让台湾朋友来到这个街区里面 去认识缅念的文化 那我会很希望自己 因为我在缅甸出生 然后又有 就是缅甸云南人的这样子的传统背景 然后又在台湾长大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作团队 我很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台湾社群 跟缅甸社群之间文化上面的桥梁这样子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 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中秋节 而且我觉得 刚好方恒跟万里 你们都有家人在你们的故乡 对 然后在中秋节这个时候 刚好又是疫情的关系 然后各自的这个家园 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所以让你们可能今年 没有办法回去格外的想家 不过没有关系 台湾也是你们的家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 还是可以很开心的跟台湾的家人 然后一起来过中秋节 然后同时也送上祝福 给在遥远的家人 也希望他们能够一切平安 好哦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两位 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缅甸 还有越南的中秋节故事 那我们在此也要祝福 我们所有一起看世界的podcast的听众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也别忘了 在星期天的晚上九点钟 请锁定台湿新闻台 我们一起看世界再见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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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